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5月10日 星期二 這一節講一個相當重要的訊息 話說有最新的消息確認 就是接下來各位老友記的八達通 長者八達通要換 因為你不換的話 你的兩元乘車優惠之後有機會用不了 日前只是傳聞 但最新的消息就是盧福局已經確認有關的消息 由6月開始就換證 若是如此在這個換證的期間 大家那張八達通 長者八達通 是不是可以繼續兩元乘車呢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講講這也是相當重要的 另一邊雙也和各位網友跟進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鄺仔是會繼續非常有毅力經營好 我這個以香港民生事項為主的Youtube頻道 也多謝各位那麼有毅力的觀眾 因為鄺仔知道很多朋友陪鄺仔跑 鄺仔那天有八條片就看了八條片 所以也多謝各位看廣告月長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支持 我們會繼續加油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落油卡 65歲及以上的長者 6月1日開始 分階段換卡 今個月內會公佈具體安排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政府早前透露 在2024年開始 會要求65歲或以上的長者 要持有記名的落油卡才能夠享有兩元乘車優惠 但一直未有公佈 申請落油卡的安排 勞工及福利局 在今天 5月10日 在Facebook公佈 初步計劃 在今年6月1日開始 展開分階段申請 當局本月稍後 會公佈具體安排 勞福局表示 近日收到不少人的查詢 何時開始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申請落油卡 局方今天發帖文指 驗證與運輸署及伯特通 進行籌備工作 初步計劃 在6月1日開始 展開分階段申請 等待相關系統操作 和支援服務準備就緒過後 將會在今個月稍後公佈 具體安排 到時局方計劃 以約摸兩年時間 給65歲或以上 現有受惠人士 按申請人的出生年份 分階段申請 專屬兩元優惠計劃的落油卡 視乎進度 日後 會再另行公佈 現有不記名長者 八達通卡 和一般個人 八達通卡的安排 期間仍等待申請落油卡的長者 可以繼續享用兩元搭車 另外 局方再重申 由2月27日開始 60至64歲 合資格人士 必須持有落油卡 才可以享用兩元優惠 而合資格殘疾人士 就可以繼續享用 而無需申請 這幾天 有不少老友都追著來問 話說各大報章 都透露了 意外曝光的單章 但局方一直未有公佈 直到這一刻終於有最新消息 首先是確立由6月1日開始換卡 稍後便會公佈詳細的安排 另邊雙亦在說 等待換卡的這段時間 大家的長者八達通的優惠 是會繼續有 不過到你要換卡的時間 到你拿到卡的時間 你另一張八達通的 兩元乘車優惠 有機會就會失效 不過詳情 還要有待局方公佈 這一次 一兩天前 有報章率先披露 相關單章 於是有些資料漏了 很多網友都相當擔心 繼續礦仔說 最好不要折騰我們的老人家 當然有些老友都認為 寄名也沒問題 不過最重要是 申請的時間 不要太麻煩 因為 希望能真正給我們老人家 享用相關優惠 現在要等這個月 具體公佈 曠仔會跟各位 繼續緊貼相關資訊 零邊商跟各位網友跟進另一宗消息 跟各位老友記都有些關係 根據HK01的報導 全港265位 90歲以上的人士 遲駕駛執照 運輸署回應 最年長的是100歲 報導的內文 93歲的老翁 在今天5月10日早上 駕駛私家車 失控鏟上行人路 撞入AIA 遊樂場的碰碰車設施 事件引起大眾 關注高齡司機 運輸署回覆查詢時指出 直至今年4月30日 本港90歲或以上 持有效正式駕駛執照人 約摩人數是265人 對比2017年年底 121人 是增加超過一倍 而根據記錄 最年長而有一個有效正式駕駛執照的持有人年紀 更加是100歲 話說今早有位老翁 香港駕駛私家車 不小心 鏟了上行人路計而撞入 AIA的碰碰車 結果很多網民 即即清奇 成為真的碰碰車 這個新聞也帶出了 香港究竟有多少人 是90歲以上 仍然有有效的駕駛執照 原來人數也不少 年紀最大100歲也有 當然 這個情況的確是令人關注 有些朋友可能說 我年紀大 駕駛也OK 但說到90歲以上的話 真的要萬事小心 另邊相同 各位網友跟進了另一宗消息 關於保就業 2022 首批45,000位僱主 獲通知 一個星期內 收到補貼 98% 是中小微企 報導的內文是 政府重推 為僱主 資深提供的補貼 補就業計劃 特首林鄭月娥今天見記者時提及 當局今天開始 會通知首批約募 45,000位僱主 創新及統籌辦事署表示 首批申請獲批的僱主 可以在收到通知後一個星期 收到5月份工資補貼 總額涉及約募23億 承諾聘用僱員約30萬人 計劃在今個月12日截至申請 截至今天5月10日下午6時 當局已收到約15萬位僱主申請 承諾聘用約120萬位僱員 另外有約10萬位自僱人士提交申請 各位僱主朋友若然適用 記得要申請 截至日期 5月12日 亦說首批僱主 45,000位僱主 在這個星期內 應該能夠收到補貼 不過既然曠仔說 要真正扶持到基層 一定是第3期的現金 或者這個消費券 大家知道現在1萬元消費券 派了第1期 第2期未公佈詳情 年中很有機會能夠安排妥當 因為又有匯豐又有中銀加入戰團 系統是非常成熟 另邊商帶出第3的話題 就是年底前 可否派第3期 第3期的現金或消費券支援 各位老友記又怎樣看 不妨劉國賢按讚好 都是一個民意的表態 因為截至曠仔說 人家澳門也做得很好 18,000元 去年又是這樣 今年又是這樣 但是香港這邊 即是咬到牙血都出埋 加上 關注的民生的聲音 好像越來越少的關係 希望 透過這個YouTube影片 能夠凝聚大家的民意民情 第3期的現金或消費券 實在刻不容緩 各位怎樣看 不妨劉國賢講一講 另邊商提提各位 早幾天 各大油谷排長龍打蛇餅 最新情況如何 根據星島日報報道 臨時疫苗通行證 香港油證就說 下星期推這個網上預約 會日名額已經增加到3100個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油證在今天5月10日宣布 就著指定油證局提供 將辦理非本地新冠疫苗接種紀錄 臨時疫苗通行證 和非本地康復紀錄的服務 下星期將會推出網上預約服務 以方便有需要的人士 可以預先選擇日期 時段和指定油證局 前往使用服務 各位網友知道 早幾天油證局打蛇餅 排長龍 原因就是搞那個 臨時疫苗通行證 搞到大家可能想投機 或者做其他事都做不到 據了解下星期開始有網上預約 相信相關打蛇餅的問題可以解決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掛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我們會繼續緊貼拍片 和大家 每隔一個多兩個小時 緊貼香港的各大小最真確的消息 尤其是現在那個長者八達通的問題 有很多朋友都問 掛仔都相當緊張 若然政府有具體交代的時間 我們會盡快拍片和大家說 亦都希望各位網友多多支持 多謝各位 聽曠仔能夠知天下 我們會盡力把各大消息 整理好變成影片 送給各位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 再見 拜拜 谢谢大家